新辦公樓衝會在2017年投入使用 成為越灣交通站的門面 以及三藩市高樓天際線的中心 該樓共有61層高1,070英尺 提供140萬平方尺的辦公面積 其中超過一半的空間將會用於出租 軟營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貝尼奧夫表示將投資城市建設 包括聯邦眾議院少數黨領袖普洛西在內的多位官員出席記者會 普洛西稱今次是一個社區建設的榜樣 而三藩市市長李孟賢對軟營表示讚許 該項目畢竟為城市建設投入資金更創造新的工作崗位 有興趣的民眾可以通過登陸salesforce.com申請 星道記者劉宇謙麥祥紅報道